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 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 各位尊敬的友邦嘉宾 还有在世界各地 依然心系中华民国的华侨同胞们 很高兴今天在这片青天白日之下 和大家一起欢庆中华民国 第113岁的生日 我想先和大家一起大声的祝福 我们热爱的中华民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生日快乐 今天也非常难得 非常多贵宾一起参加出席 我们前总统陈水扁总统 前总统蔡英文总统 前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 卓荣泰院长 行政院团队 还有五院的院长代表 以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副院长 以及77位立法委员一起来参加 还有各县市县市长议长 还有更重要各位在场的所有热情的国人同胞 以及在线上在媒体上所有关注中华民国国庆的所有的海内委好朋友 回想过去113年 中华民国经过了艰辛荒芜 如今和乐复述 我们的先辈 历劫了天灾战乱 如今大多数民众可以安居乐业 一代代先贤前辈 带领了我们走过最严峻的历史险阻 在台湾 我们或许有不同的身份认同 但是只要去国离乡 想着念着 都是我们最美丽的家园 美丽的台湾 中华民国的存在 现在从来都不容易 从风火连天到偏安台湾 都是在内忧外患下走过来的 我们人才济济 突破重重的地缘限制 开发了我们美丽的台湾这个岛的潜力 首当其冲 便是十大建设 经济发展计划中的加工出口区 科学园区等等 我们应该感恩 这些前辈富足 因为爱台湾 一路打拼下来 除了他们 我们应该更感恩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成千成万 善良 尽恳的百工百业 市农工商 各阶层的同胞 这里 有你有我有他 也有我们共同的祖祖辈辈 一步一脚印 为国人同胞 为后辈来打拼 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 联合国 统计全球将近八十亿人口 百分之二十五在战乱 还有百分之六十在贫穷线以下 想想这些冷冰冰的数字 我们不得不惊恐 台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只有占地球上的万分之三的土地 台湾两千三百万的人口 只有占全球七十九亿人口的千分之三 但是 我们各行各业 大家努力打拼 我们的工业产品 可以高达全球百分之三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没有石油 没有天然气 没有煤炭 我们唯一有的就是人才 唯一愿意做的就是努力打拼 这个世界并不太贫 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的贫困 所以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守护台湾这个宝岛 台湾在中华民国的保护之下 历经了各种风云变换的国际震惊情势 我们依然保有一方的自由安定天地 在中华民国台澎金马 六十岁以下的人 从来没有经历过战火 严格来说 我们也没有经过饥荒与贫困 年轻的下一代 更要能够了解 是中华民国 是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保护了台澎金马 再加同胞们的团结努力 维持了我们将近七十年来的安定繁荣 我们也知道在很多场合 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 但是呼吁国人同胞 我们一样一样要有骨气 要有勇气 必须让世界知道 让年轻人知道 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它可以是台积电 可以是佛光山 可以是刺激 可以是走遍全世界的台商 中华民国也可以是参加奥运的奥运选手 中华民国也可以是在座的各位 也可以是每一个国人同胞 中华民国也可以是人在海外 欣系中华民国的所有的同胞 另外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未来我们期待 能透过国会改革法案的推动 为两千三百万的国民同胞 打造一个官员在任期期间 都必须为自己的所言所行 担当所有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 公开透明的政府 唯有一个不造假 不隐瞒不推诿的体制 才有机会在全民的解释之下 实现一个民有 民智民想的民主政治 各位国人同胞 我们花了将近半世纪以上的努力 才从一个风雨飘摇的美丽 台湾小岛 华丽的转生 成为全世界前25大的经济体 为了继续创造奇迹 为了继续维持和平 为了继续追求民主 在这里呼吁 整合大家所有的思想 所有不同的意见 国瑜在这里呼吁 我们把它整合四句话 变成我们追求的价值 这四句话 经过我多年的思考 各方面的了解之后 提供这里也呼吁大家 可以共同来思考 共同来追求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在这里我还要再一次感谢 所有的侨胞朋友 谢谢 从国父孙中山革命开始 侨胞就是中华民国创建的重要推手 各位长期旅居在海外 不靠天不靠地 全靠自己帮自己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 你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最亲的亲人 在正面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之下 我们血脉相连 要谢谢各位华侨朋友的关心 也希望 所有华侨同胞 有空多回台湾来走走 来看看中华民国 随时欢迎各位侨胞朋友 最后 面对再一次对国内所有的 2300万民众好友 要说一声感谢 今年的国庆大典 幕后工作伙伴 真的是认真的努力的付出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大家刚才都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表演 都是付出无尽的心血 来训练 来演练 那这一次 113年的中华民国的国庆 让我们重新找到 我们从前双十国庆盛世的光荣 我们再一次 体会了举国欢腾 国恩嘉庆的美好 我们又再一次找回到当初的感动 最后再一次祝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 天佑中华民国 祝所有国人同胞 海内外所有的好朋友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再一次喊出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你哪儿 你会坏